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之前是在政府机构工作 然后就可以举出很多的很现实那些例子告诉我们 台湾不设很多社团嘛 然后当时就加了一个醒醒乐生社 然后因为那个社团是服务那种曾经患有汗生病的老人 然后就会去陪他们聊天或者讲笑话 因为他们都是那种亲人就是不在了 或者就不怎么来看他们那种就是以前被隔离的嘛 所以就每次会去陪那些贝贝阿嬷聊天 然后从中会觉得他们其实都很可爱 因为有的老人还是那种当时从大陆来的嘛 所以就是思念家乡的情怀还是蛮重的 然后我们都会陪他们一起去讲一下现在大陆的发展状况 然后反正我第一次去那个社团看来的时候 我就看哭了 就感觉他们挺可怜的吧 其实然后在这个活动中 我觉得就是赞给老人 就是陪伴他们的时候 同时我们自己也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或者说心灵上可以感到一些温暖 就是你一开始拿到学生卡 就可以马上到Seven 然后去办那个学生用的悠悠卡 然后就可以比较优惠的价格 然后到处逛这样 而且比较方便 不用每次凑零钱 这边台湾的公交车 很多都是从前门上车 然后下车再去付款 就我回大楼的时候 习惯了 然后被那个司机给拽下来了 他说为什么我上车不去刷卡 要直接想往里面冲 台湾小吃实在太多了 所以我这一个假期回去 所有人看到的人都说我圆了 甚至还有人问我说 你怎么一个学生就肿了 然后我就建议大家 不要跟我一样暴饮暴食 然后其实真的有四年 然后可以慢慢的吃 不要太心急 就学校提供住宿 然后我觉得也挺好的 而且学校给我们 就一间宿舍两个大陆的两个台湾的同学 然后我觉得这样很好 一开始对台湾的各种了解 也是从我台湾的室友先开始的 我们这边就是不断电 我们这边就是不断电 不断网 还有小时热水 我就很感谢我爸妈 就是愿意把我送到一个比较陌生的环境来锻炼自己吧 然后其实他们也挺不放心的 然后我觉得想跟他们说起说过挺好的 不用太担心我 欢迎学弟妹们来福大 福大初美女 然后快点来福大找我们 福大是人美 景美 食物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